再怎么样也比之前提前了 对 我这手机现在可能太老了 不好使 每次就是后台一个什么东西 它立刻就自己就没了 嗯 退了这样 对 它就自己就自己就退了 Vision的这个 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 iPhone的这都是假后台 一下子自己就掉了 是的 是的 而且经常莫名其妙 你也不知道啥时候 对 你的手机有这种问题吗 你是几代啊 我14 我这个可能有点老了 但我总觉得 它是那个诚心 让你用的不舒服 然后好 就是偷偷的给你加一些东西 然后让你不好使 这样逼着你换新手机 前两年不就爆出来说 就是刻意的给老板 原本降降素 对对对 就这样 挺坏的 所以 所以这个毕竟要促销嘛 是吧 你要像原来诺基亚一样的 一机用10年 买啥呀 换啥机 对 跟那什么似的 说那个 灯泡的这个技术科技手段 现在早就能造出这个 使用寿命机场的灯泡 但是不能给你造的 造的它就没有没有活干了 就挣不着钱了 之前是美国哪个消防局不是还还点着一个1877年还是啥时候点那个乌斯灯到现在还在亮着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法说真没法说 行 那这个咱们开始啊 这个 今天的这个声聊节目啊 就是 请到了 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黄展宇 黄展宇博士 然后这个跟大家来简单的我们来聊一聊 运动表现相关的吧 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运动表现分析啊这些 所以这个咱们就是 先首先感谢这个 郁哥能参加这种我们这个访谈节目啊 这个其实做了好多期了 就是要想各行各业都聊一聊 这比较有意思 然后这个 郁哥最近在做什么相关的 咱先说就业吧 因为我记得就是你之前在那个小红书还是在哪发的那个贴 然后好多人在问嘛 好多留言 然后我想这个先问问郁哥你对这个就运动表现的这个行业的这种 就业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这个看法 感谢 他们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分享和推广 然后我觉得我也很荣幸能能来这跟伦哥一起聊聊天 其实也是这个契机呢 是前几天我们一块在小红书上面 我们我分享了一个关于运动表现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帖子 一个笔记 然后就跟伦哥提到这个就业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感感感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这个中国的运动科学和运动表现这个圈子里面 无论是体能训练呀 表现分析呀 或者体育科研都都多少都沾点 实际上现阶段呢 我对于运动表现相关行业就业的一个直观 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落后 但是有希望可以这么说 我个人主要观感就是落后 我没跟上 就举个直观的例子 目前比如说大量的运动表现相关的这类的职业吧 比如说体能教练呀 分析师呀 这些或者说生物力学家等等 他在国内他就不是一个职业 他在职业大典里面就没有 那自然而然 你比如说像是体制内的队伍 他就不会开设类似于像是这样的一个岗位 那最后只能说 比如说我通过购买服务 或者说是其他形式 进到队伍里面 你干这方面的事 但是他不会给你相关的一个岗位跟职位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限制因素特别大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我觉得还是 可能在这个行业 他对于运动表现 还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吧 我个人尤其在体制内的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 包括我的公司的经验 跟国家对上对 这样的需求 但是他们可能还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多学科混合的一个行业 他不是说一个 我能听到 我看B站在缓冲 好了好了 他会慢一点 我这刚刚网有点 还是 还是略卡 我看这个 没事 现在好了 因为他 他那个直播间的会比咱俩 这个电脑屏幕前面的这个要慢 慢个五四五秒吧 行 没事 只要是能正常说就行 对 然后还是刚刚那个话题 就是宇哥刚刚说到 现在运动表现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行业 对吧 这个我还是很同意的 然后宇哥可以接着说一下 关于这个东西 刚刚我也不知道大家听到哪了 其实我总结一下 我刚刚说 其实就是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 运动表现相关的职业 目前在我们的体育环境下 他还不是一个正经职业 就比如说体能教练这个职业 他虽然推了这么久 但是他没有进职业大典 也没有说进入到一个 官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序列 现在更多的 比如说专业队伍的体能教练 他就无非两种形式 第一种购买服务 第二种是外包 或者说是这种外聘 然后你过来 其实你承担的是一个外聘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劳务工作的一个性质 他没有 因为现在比如说你去全运会 或者说国家级的比赛报名 你可能看到很多职业是有的 比如说教练 助理教练 队医 康复师 理疗师 甚至比如说那些跟马有关的 有马童 那些跟设备有关的 人家有机械师 但是就是报名不了 比如说我可以体能教练的身份 或者说我表现分析师的身份 报不了 你现在可以大赛秩序测理 也没有 然后 第二个是目前对于运动表现 可能对于运动表现的认知 他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多学科的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目前国内的体育类的高校 或者体育培训的机构 他还没有去系统性的去能够产出 运动表现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教学 比如说体能训练专专业 可能也只是近几年才能够正式开起来 那更别说这几年能培养多少体能教练员 或者说是科班出身的体能教练员 再然后就是国内外可能还有一些 就是学习上的一些差异 比如咱俩都是海归回来的 那回到国内之后去再去适应这个市场 我们显然花了不少的时间跟精力 那就更别说其他本来就不多 本来就比较稀有的相关的 运动表现相关的这些留学生了 他回国之后能够去 需要去经历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培养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这行业还是比较新吧 属于这种新兴行业 就可能在就出现了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些学生 还是近几年的事我觉得 应该就是近些年 所以说这个本身在国际上也是一个特别新的东西 然后咱们国家引进东西的速度确实也比较慢 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这东西短期内吧 我觉得在国内是很难 就是会形成那种大规模的就业的机会 就是没有那么多岗位来给你 对 其实现阶段的话 我首先是一个竞技队伍数量的问题 就当然说我们现在是运动表现相关的 这类的专业其实差不多就三类吧 我可以这么理解 第一位是进队伍 就是到专业队里面 助队同吃同住 第二种就像伦哥一样 有自己的运动训练 或者说是体能训练 或运动表现相关的场馆 然后对外去经营 第三种可能就是学校 就是在高校里面 比如说做个学老师 或者说是体育院校的老师 然后通过项目的形式去合作 但是归根结底 这个市场的盘子还是比较小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对 我觉得非常小 而且我记得是NBA NBA可能最近开始越来越在招这一类的人 然后我看NBA应该是 有一个内部消息 一个小道消息 是现在所有的30个队都购买了 Qualicis 那个动态捕捉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他们处理台一直用的应该是VOD 然后Qualicis是新购买 30个队好像都要配运动表现的分析 就是从今年刚刚开始 然后因为我是认识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大哥 就是做侧理台的大哥 让他 然后说这有个内部消息 我说看来是NBA现在开始在 普遍的在推广出来 把这个运动表现分析 然后这个动态捕捉什么的用起来 然后也是今年 其实因为我们在脸书群里面 就是关于CPSS的脸书群 它衍生出来了一个叫做 CPSS持证人的找工作的一个小群 然后里面就是会把 别管多厉害都得找工作 基本上在那里面 现在CPSS这个证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美国职业体育 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时间拐点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这个证它其实是2017年的 我最早关注这个证是2017年 2017年他们一个会议 然后当时就传出来一个消息 说他们想在原有的四大证书基础之上 四大认证基础之上 然后专门出一个 当时还是说针对于体育科技应用的 这样的一个证书 那是一直没消息 直到2019年吧 然后他们公布了自己的 CPSS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然后就开始考试 但实际上现在NBA也好 NFL也好 或者是MLB也好 他们几乎每个队 原来都有类似的人 但是当时校企合作特别多 就等于说比如说 胡人的整个医疗团队 我没记错 他们当时级医疗团的 都是加州大学的一个诊所 他们所有的队医 全部都是合作的 他们的分析师也是高校合作的 而现阶段 我看今年出了NBA 马刺黄蜂那些 全部都在招 有CPSS范围内的人 因为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其实特别直接 就是科技太多了 一个队 我们那天统计了一下 我们那天统计了九大种 三十九大类数据 三十多种不同的科技产品 加起来两到三百类的数据 你每天可能每个运动员 产生数据都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 你传统分析师真的搞不定 真的搞不定 太多了 你更别说NFL 那么多人 其实它是跟人数是直接相关的 再加上比如说MLB 就像郁哥刚刚说的这种 数据的这种东西 实际上一个队产出的数据量 特别大 极大 然后你几个人 我觉得分析出来就很难 根本就是工作量是 不可能完成的这种任务 所以我觉得你像苏炳天 我苏哥可能有十个教练服务他 他产出的数据分析起来 其实要容易很多 但是你要一个队 比如说NBA可能有15到18个人 15到18个人 产出的数据相当于就是15到18倍 其实有很多的科技能给运动员来用 只不过是这些东西产生的 数据到底能不能用完 而且到底对这个项目 有没有那么直接的转化的作用 我觉得CPSS他改制了之后 他就想再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会一直围绕这个证书 是因为这个证书它太贴切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了 再加上咱俩又是这个证书 比较早吃螃蟹的一批人 所以咱们对这个认识非常深刻 而实际上我是一直在 因为我15年16年我在美国 明尼苏达当他们大学体能 实际体能教宴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已经是数据量已经很大 就光是个大学队 我们当时带他们冰球队 棒球队 基本上美睫体能课 当时VBT VBT还没有那么火 但是已经在用上了 你更比如说他们的棒球的测速 在别扎他们NFL的所有科技进来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 那会有什么设备 当时是直接拿的 就是Kinesiology他们Department的 他们自己做的 对他们自己的 当时就是说 在明尼苏达这样 很多校队 他的训练场馆就在 Kinesiology的Department的旁边 所以很多测试全部都在那 我当时的老板叫Kel Dias 就是三项训练的提出者 他挺喜欢搞这些东西 他还喜欢搞什么太极什么的 那种玄学 他特别喜欢搞玄学 是因为他经常怎么说 这个老头挺有意思 他接触的工作非常的多 他在明尼苏达 他不只是说明尼苏达大学校队 他同时还是很多 比如说三零狼 当时还在给维京他们做这些顾问 然后他呢 但是他又是偏老派的体能教练 就是他当时是这个态度 就是我只干体能 我只给你提高爆发力 只给你提高这些速度 但是你跟专项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碰 所以当时就是 因为我现在也是 就是带很多打篮球的运动员 然后就是他们会问我 这个篮球相关的问题 我说你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 然后我只能解决你的体能 就是比如力量不行 我给你解决力量 耐力不行 给你解决耐力 然后你这个爆发力不行 给你解决爆发力 就是我的 我的lane就在这 我老跟比如说 stay in your lane 所以就是我 是的 对就不要掺和你不该掺和的事 就还有很多篮球的技巧教练 就那种专项教练 比如说是教技术的 运球的 投篮的 但他们总喜欢来掺和体能 他们也喜欢带别人做力量 但我觉得就 我的一直意见 就是我希望所有的教练能 stay in your lane 对吧 就是在你的跑道里走好 不要乱串道 而且串的话 关键他突然的话 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 不专业的问题 就他有可能 因为是手里边有运动员 跟他关系不错 可以听他的 但是听他了以后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就是他说的可能不对 或者说是练的有点小瑕疵 但是这个可能就会造成 对运动员有些不好的影响 我觉得是这样 这是我觉得是非常对的 就是各司其职 这个是首先 这是一个队伍里面 他必须得有 你如果所有人都去做所有事 就有问题了 但是运动表现分析师 他就是很尴尬的这一点 因为教练员 你是直接面对运动员的 但表现分析师 他就必须是去把技战术 体能 生理生化 监控所有数据 去做一个整理 就其实像CPSS 他的证书 他有个很大的一点 其实他对运动表现分析 就是对运动表现本身的分析 他的着重点 其实比CPSS这个证书是高很多 CPSS他更多偏向于 我体能那几大板块 我那六大板块 我针对性提高哪些 怎么提高 我力量不行 怎么提高速度 但CPSS这种 或者运动表现分析师 就广义上的 因为等会我可能会分 区分一下 广义跟狭义的运动表现分析师的 这个东西 而其实在广义的运动表现分析师 他更多的就是 你要提高什么力量 具体是哪方面的力量 比如说 我们之前 在橄榄球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件事 我们都说提高力量 但是当时其实有一个教练 一句话给我干懵了 当时我是 我刚刚入行没多久 当时有一个教练就问我件事 他说你怎么用很简单的话 去说服我 橄榄球场上没有杠领 你天天让运动员练杠领 你为什么 用非常简单的话 你不去掺和这些基础理论的事情 你就是说 我的橄榄球场上 我就是没有杠领 我棒球 我去做 这个东西怎么解释 你其实因为已经有点掉到他的陷阱里面去了 他的这种概念就是说 专项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观点你说错也没错 但是你说对吧 他也不全对 但是你最说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一个迁移性 对吧 我们都知道所有体能训练对于专项 它的核心就在于迁移性 那怎么去理解迁移性 那从我们角度来看 那你得先分析运动表现是啥 你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觉得在NBA 他们招的很多那些跳跃测试 它又不是传统的 比如说CMJ或者SJ这种传统的测试 它可能是我直接去测跳投 我直接去测压力下的墙板 我去分析这些数据 如果这些数据 它最后转化出来的相似的力学数据 我再让它去用爆发性的深蹲 中腿拉高翻等等的我去补足 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一条通路 但是你如果说没有这个过程 那么就会变成一个各有各的说法 各自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就很容易吵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东西就是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 这个教练问你 厂上没有杠零 但是我觉得 specific strength 是从non-specific strength上来的 你不能天天就是说专项性的力量 但是他这些专项性的力量 或者说是和这个项目很像的这种力量训练 是从那些不像的力量里边得出来的 就比如说你说这种 可能说橄榄球 像比如说防守组 可能更多的要做什么 做那种推雪橇 或者是党人的那种类似的这种 但是你推雪橇 他的那个力量 这些什么东西 还是从那些非专项性的那些动作 还是从蹲拉这些最基础的来的 对 其实我到最后我就跟他说 我们就说一个东西叫性价比 就是我可以说 你所有专项动作我都剔除出来 然后我去设置训练 但是你最后万变不离其宗 你最后练的还是那些最基础的东西 而且这个最基础的东西 它的提升对于你的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效率 反而是可能比你把所有的专项 东西剔除出来 去拿它去练他们的专项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实际上在有些队伍 在队伍里面就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可训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讨论的是一个 在非常大的时间压力下去 做一些事 对 就达到运动员的这个事情 对它没有这么多时间 我们之前算过一个优秀运动员 一个星期 差不多能够高质量的投入到 专项和体能的总时长 差不多是15个小时 差不多 一天两个小时 我觉得基本就极限了 对 你说我之前 包括你说那些 我们国内经常 比如足球 一个上午练三小时 跑动 场地跑这种 我之前一直觉得说 因为我在之前是练足球的 所以我对这个时间很有感悟 早上9点到11点半 甚至干到12点吃饭 下午又干三小时 直到我后面去英国 我发现 怎么那些英超队伍的一节专项课就一个小时 哪怕你去巴萨一节课 也就一个小时 但是人家强度非常的高 我只要一进来 我马上就是框框比赛强度结束 对 那就在这个一个小时里面 你练啥就决定了你成为啥 对 这就非常的直接了 对 其实我觉得 咱们国家主要是老派训练 或者说是这种老的 老的这种三从一大 它问题是什么 是这种垃圾时间太多了 就是垃圾容量太多了 对 就是它的训练的复合强度 它是这样的 它就是这样 它不是像比赛 比赛是这样的 咱们的训练是到不了这一块 但是这一段巨多 就特长 是的 压几辆强度极大 对 所以说就是把很多的精力 放在了垃圾容量 垃圾时间上面 但是真正比赛里边 你想篮球比赛就这么40分钟 然后你这40分钟的强度 就是真的 你最好是在训练场上就能模拟比赛 就跟比赛强度一样 或者更 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比比赛更强 更激烈 你才能 是的 是的 这个 这个 为这个叫什么 那个 wars scenario 来做准备 就是你得prepare for the worst 是的 是的 其实我们之前是 我之前在橄榄球国家队的时候 我们 这个事呢 这个是能说的 就是我们 基本上比赛训练强度 差不多 每周会有那么十几分钟 就一场比赛 他们就输 七人制橄榄球 是一场比赛 就14分钟 特别短 强度特别高 但是我们会有那么 每周有那么几个五分钟 我们会干到 140%的比赛强度 但只有那几个五分钟 你过了就没有了 你过了就是那些 康复休息低强度的东西 这样反而对运动员来说 他们会觉得 我很短的时间 我很集中 我去干了一些事 很重要的事 然后我也没有说 在旁边摩扬弓 特别好 但是你说 我每一天 我就在70% 80%的强度那儿吊着 我可能上不去 百分之百 可能刚准备上百分之百的 教练夸一声吹停了 那就没有了 到比赛的时候 是我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 我跟对手咬住 但是对手就是那 百分之二十的时间 三十的时间 就把我给打死了 那就很无奈了 这就非常无奈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 一个是强度不够 然后还有就是垃圾容量多 再一个就是说 普遍还是国内有这种 这种概念 就觉得 那你得多练一会儿 你要多练一练 多练一练 多练一练 然后教练也经常讲究的 就是加练 比如说你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的 这个专项课完了以后 好 谁谁不行 就出来加练 加练 但实际上加练的强度 其实也是到达不了 比赛强度 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看 这个篮球什么的 本来是 这个在国内打挺好 但是一到国际赛场上 就是强度 人家那个强度提上来 让你很难受 让你都受不了的那种强度 但是实际上就是那个才是我们 我觉得训练应该有的这种强度吧 我觉得是这样 是 其实训练吧 其实训练的核心 它其实就是在模拟比赛当中的不同环境 尤其是技战术训练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国内国外 尤其是在高水平竞技体里面 差距特别大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之前 当然是有点道听途说 但也不能说完全 政府委或者正确 是我们之前的教练 他 因为我在民俗达的时候 隔壁的是三菱郎的一个小区人在训练 之前我跟他们主管聊过 就是说之前想给他加一些那种 固定位置投篮 就是什么原地投篮 原地这些的耐力训练 那边教练说不可以 你所有投篮必须是不一样 就是你所有的投篮 你的压力 你的出手角度 你的干扰 你的位置都得不一样 所以当时我们隔壁 因为当时他体能馆 旁边就是篮球馆 我们几个教练就经常就是 我们休息时候 看他们在干嘛 他们去说在看我们干嘛 我就看教练 三四个教练跟着一个运动员 一直在跟着他不断的变换位置 不断的给压力 不够高的手里拿体操棒去打 去干扰 然后对 那时候我觉得只是好玩 但现在我觉得你比赛环境不就是这样 你比赛环境 你就是说没有什么定点投篮 对吧 你定点投篮 你命中率百分之百 你有干扰 命中率百分之零 那这个就不符合比赛了 对不对 毕竟你比赛最终目标是得分 对吧 不是说谁 谁罚篮准 就谁赢 对吧 对 所以说我这种比赛 模拟比赛的场景的这种 在球队的这种我感觉正常的训练中是很重要的 然后因为我就觉得平常就是这个你定点投篮 你自己在下边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队内核练的时候的重点 就你可以自己去投嘛 你自己投这个是没问题 投投篮机 其实我老美投投篮机的这个强度特别大 我直接在漫巴学院 然后看他们训练有一个小孩 就我印象特深 就我们练完了以后 然后在那休息 然后这个小孩 他上午也是练了可能有个一多小时90分钟 然后练完了以后 然后那个教练就说你投尔兰 然后去吃饭 然后小孩那个投篮机不是 就是发出来的球是速度很快吗 对 就投一个 就相当于投完 就来了又来接着投 接着投 就是可能两到三秒一个 两到三秒一个 投了500个 就是一会就投500个就投完 就很快 真的很快 就是可能相当于是做了个有氧 就我感觉的意思就是 相当于做了个有氧 但是这个是放在赛后 就是他这个训练课以后来做 训练课本身是强度很大 然后训练课结束了以后 然后就这小孩就自己加练 就是什么 就定点投篮 投500个 然后这我就是感触挺大的 我说他们的这个投篮的量 真的就是非常大 非常大 对 其实这也就是 其实归根结底 这也就是为什么运动表演分析师 这个职业是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吧 这种方式 其实怎么说呢 在某种程度上 三从一大是正确的 对 就是你想要精进技能 你必须得有足够多的重复 经历足够多的场景 但是呢 每一次重复的质量和你经历场景的质量 他就直接决定了你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质量 那你像可能对他们来说 500个职他们每天可能会我打三次四次五次 我这个500个把它当投篮机玩 那其他的可能说差一点的 他可能是定点投篮 慢悠悠的 晃晃悠悠的 那你每天都是投2000个球 一个是2000个非常高质量 不同的压力 不同的这个情境 自己在场边 而久之 那这个质量就一下子就会出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那我表演分析师 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一点 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职业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帮助人去 帮助运动员去找到你该怎么练 或者说你缺哪些东西 这个是表演分析师很重要的一个情境 另外呢 其实另一个就是说 你刚刚说是曼巴学院 他可能更多是青少年 可能到了青少年阶段就是打基础 就是青少年他更多的是一个我攒量 但到了职业层面 对 但到职业层面 他可能就是特定场景 特定问题 就是你去一场NBA 你48分钟总时长 你其实决定这个比赛走向的 就是那么可能十几二十个球 那十几二十个球 但是你可能需要去为准备这十几二十个球 你付出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大家都认识到 你需要为这十几二十个球付出努力的时候 谁去帮你挑出来是哪十几二十个球 那就是分析师去对过往的比赛去分析 然后找到这十几二十个可能决定比赛走向的情景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把它放在训练里面拓展十倍二十倍的时间这样去练 增大你在比赛里面遇到这十几二十个这个场景的情况下 你能够去把握住机会的能力 最终达到一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其实表现分析师他的一个最核心的定义 其实就在干这个事 尤其是在竞技体育 对所以还是以这个分析为主吧 然后我就CBSS这书 就是有点像这种百科全书 就是他会把比较常见的这些测试的这个底层逻辑 然后一些这个设备的这个指标的怎么看 怎么看这些指标 他会告诉你 所以就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挺好 就是你哪一块你觉得你差一点 你可以翻一翻那书 然后查一下 就看看自己哪一块有点薄弱 然后去找一找 是我觉得这是 而且这也是我觉得近二十年来 真的是不夸张 近二十年来最好的一本体育科学 运动科学入门的时候 对 真的真的是 这一生确实挺好的 我看了 我得看了两遍多吧 然后有时候我现在没事还会翻一翻 就有时候就是像我刚说的情况 我看到哪个指标或者哪个 这个我不太懂 我翻一下 有时候能翻出来 就能翻出来 这个就是有可能那几段里边 然后他会 比如他引的那个文献什么的 你可以去查那个文献 然后从那文献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那些挺有意思的 感觉评论有人不知道是哪本书 NSCCPSS的官方教材 中文版是出版了 但是咱俩应该都没有收广告费 所以我们就不是 对 没事 可以卖 没事 下周我挂个车 出版社联系我了 出版社联系 我不知道找没找你 他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带货 然后给一定的佣金 我说行 我带还是属于名正言顺的 名正言顺的带货 我已经过气了 所以一般都不找我再说 我那个什么 我想想 我中文的说实话 我还没看过 我只看了英文的看了两遍多 所以他这个书寄给我了 我还说没事 我翻翻中文版的 因为我总是 因为他本身考试 还有这些比较前沿的东西 文件全都是英文的 对 全都是英文的 所以中文的这个我还没看过 我说准备过两天翻一翻 今天刚寄到 他是上周联系的我 然后说给我寄一本一样书 我说好好好 你给我吧 然后我准备翻一下 我是觉得 因为刚刚想说 有一个要区分 就是广义和狭义的表现分析师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容易混淆 尤其是这俩一混淆 他就不知道我们在说啥了 因为有些时候我会说广义 有些时候我会说狭义的 其实广义的表现分析师 它更贴近于CPSS这种所谓的运动科学家 或者国内称之为科学训练师 这种更偏向于可能你这边的 我是在用不同的科技手段去分析运动员的多方面表现 然后去提出科学的训练手段 这是广义的 所以说CPSS对应的是广义的分析师 但狭义的分析师其实特别的狭义 就是我们在做的就是更多狭义的分析师的工作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跟体能没关系 就是狭义的分析师跟体能是无关 他就是我就分析你比赛里面完成的这些事 你投了多少篮 命中率是什么样子 在哪投的 谁跟谁投的 重没重 然后三分多少 这些多少 我们通过分析这些东西去给教练员去提供这些评委数据 这是狭义的分析师 所以说很多 尤其是很多同学他会觉得 我想学表现分析师 我是必须得学CPSS 不是 你如果比如说你是专项的 尤其是专项教练背景 有过打球的经历 比如说想去国外读书 或者说想去队伍里面当视频分析 进展书分析 你是不需要说 不一定需要说考CPSS 或者说不需要去说考体育科学类的 但是你更需要的是把教练考过了 基本上狭义的表现分析师 最重要的能力是教练 你得需要能够有教练的能力 但是广义上 我们更多的讨论的 我跟伦格讨论的 更多的就是广义上 就是我们会用所有的手段 你无论是侧离台 你无论是金骨电刺激 无论是GPS 无论是心率 心率变异性等等 你把它所有能收集到的数据 去围绕它的基站数 体能 心理 多方面 去进行分析 最后找到它支撑因素 这个是CPSS它覆盖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对 然后我刚才评论 有人问这个是什么书 我刚刚说了 CPSS 然后这不是李永明写的 你不要 不是李老师写的 李永明翻译的 也是团队翻译的 这个要纠正一下 然后我看看 其实刚刚咱们说的 这个运动表现的 这个分析挺有意思 实际上我后来就一想 就比如说这个最早 实际上你先比如说NBA 然后这些球队 其实在体能教练出现以后 后来不是 球队配有录像分析师吗 实际上我觉得录像分析师 它其实也是一种运动表现分析 实际上是一样的 是的 大家现在是有一定的 叫什么 这种 不是错误的概念 就是说是什么 大家对运动表现 老觉得就是比如说是乳铁 或者说是 跑得快 跳得高 这种是运动表现 实际上运动表现 就是像刚刚愚哥说的 很广义 很多东西都可以称这种运动表现 就比如说场上的 鸡栈树 这也是一种运动表现 然后你的心理 也是一种运动表现 它不只是体能方面的 有时候是一些外在的东西 运动表现 我感觉真的是很广义的一个定义 我觉得这个运动表现太广了 有点太广了 对 其实在运动表现分析学 这个学科 它对运动表现的定义特别简单 就是运动员在比赛或训练中所完成的事情 这个事情它可以是基站数层面的 可以是体能层面 可以是我达到的心理状态 我达到的机能水平 它本质上讲都可以称为广义上的运动表现 这里我要强调的还是广义上的运动表现 狭义上其实更多的就是说 你专项要求你完成什么 我们就记录什么 比如说对于篮球来说 它可能广义上的可能包括运动员 他测CMJ 他的心率表现 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一些心理状态 唤醒水平激活水平等等 狭义上就是你投了多少次篮 得多少分 完成多少次抢断 那么达到多少次的犯规等等 但是他每一次的投篮抢断 突破上篮 他也都是不同的体能的表现的组合 他也是不同的心理状态 机能水平的一个反应 所以说这是有个广义跟狭义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尝试去区分这些区别 尤其是很多时候 他们会觉得你的录像分析师 你不就是个剪视频的 但实际上录像分析是最早年正统的表现分析师 看其实就是录像分析师 这个是最早的 对 就是91年的时候 其实运动表现分析的学科的区分 是1991年在我的母校卡蒂夫体育学院 现在的卡蒂夫城市大学 开了一个会 当时这个会就吵得很凶 就是一帮搞生物力学的 一帮搞基站树的 然后开个会 听当时的人说吵得挺凶的 就是说谁去定义运动表现 分析这个东西 生物力学说 我不断收集生物力学体能的数据 其实体能数据大多都是生物力学的数据 我不断收集数据 我去对运动的表现提出分析 为啥我不是正统 然后那些来自 比如说英超俱乐部 博内俱乐部的那些基站术分析师 他们就说 我们分析的是 你跑多高跳多快 不等于场上得分 对吧 我分析的是什么东西让我赢 不是什么东西让我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毕竟对个足球运动员来说 你跳三米 你0比3输了 你还是输了 只能说你这个个人 你跳了三米 但0比3输了 你还是输了 所以说当时吵了一下 后面各自就各 可能说各推上了一步 或者中间有一股势力又进来了 就是说我们单独把这个学科独立出来 我们就独立一个独立于生物力 独立于这个基站术的一门方法 就是我只提出分析的方法 我称之为运动表现分析的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是基于我的视频分析 和基于我的数据分析 就两边各拿一点 然后我再把它转化成一个研究的方法 我感觉这就是各让一步 就是握个手 对 所以说后面 就这为什么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事到了北美 它就跟欧洲产生区别了 到了北美 就进入到叫Sport Analytics 体育数据学 去体育数据分析学 但是在欧洲 它还是Performance Analysis 叫运动表现分析学 所以说北美 它就出现了什么 比如说Moneyball MLB之间的Moneyball 包括NFL的 包括现在NBA的这些 数据为主 数据驱动的分析 而你在欧洲的足球 英式橄榄球这些 更多的还是我视频为主 体能为辅 所以慢慢 其实在欧美的这个层面 它不同的项目之间 它也出现了差异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欧洲留学回来的 和美国留学回来的 发现说你们读的 都是Top Performance Analysis 但是你们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那是不是 还真实 对其实每个地区对这个东西 可能教的这个东西也不一样 就是教的内容都不一样 差距挺大的 真差距挺大的 反正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这运动表现这东西 很宽 就是它可以很窄 但也可以很宽 而且还挺难的 挺复杂的 所以像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还是 我还是做体能 就是我还是解决力量 解决身体上那些东西 运动表现这个东西 我觉得太复杂了 所以我也很少碰 其实是对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在工作当中 其实更难的 其实不是说怎么分析数据 其实现在运动表现分析的数据 分析方法非常的全面 太多了 你可以说这些 你现在GPS的分析 测离台的分析 心率的分析 脑电的 而且非常测离台那些数据 基本上 基本上是你可以达到 很高的一个精度 并且随便一个人 普通人 一个普通教练 去操作他们的iPad 或者操作他们的电脑 他都可以得到一些数据 但是难点 目前最难的 反而是在 有没有足够的 就像我最早说的基础设施 什么基础设施 优秀的教练人 就比如说我的建议 能被体能教练 非常好的应用采纳到 那如果体能教练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 那我给你的建议再好 意义也不大 对吧 有基地战术教练 其实也是这样 其实像NBA这些 NBA你可能说主教练 他日常训练 他可能很多时候 我举个例子 他可能连球鞋都不会穿 他就在场边 我去 那在场上 那叫trainers 几十个那种 根基战术教练团队 他 我去做这些事 剩下那些 当对手 做假想敌的工作 他就是靠 这个trainers去完成 那你在欧洲 主教练 他必须穿着球鞋 到场地 尤其在足球 橄榄球 甚至你 自己球员受伤了 我主教练必须得上去 不同的人 不同的项目 他可能对于这个东西的需求 就不一样 那最后 首先还是最重要 是教练自己本身的这个 就需要很强 那如果说 举个最直观的 这个国内体能教练 有几个能像伦哥一样 具备这么丰富的知识储备 和指教能力的 这个还是非常 非常的少数 所以说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想去为教练员 去提供 这句话我得喝一杯 我们想去为教练员 提供有效的帮助 这个东西 它 就会很难 它就是在这 对 反正这东西 确实不太好 那什么 而且我 我现在比较喜欢 就像CPS那书里边 我真正感兴趣的 就 那么 有那么两张吧 一个就是 我现在其实对力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现在 对这个运动员 我训练的时候 也是 优先解决力 我觉得很多东西 就是出在力量上 就是 我感觉大部分的人 就是限制他们球场上 就是当然咱们说的是 其他的这个 东西在差不多的level上 就比如说你技战术 就差不多水平 然后你的这个球伤 就咱们老师球伤 其实球伤是一种阅读 阅读比赛 然后去思考这种能力 差不多情况下 实际上决定了这个 你在什么级别上打篮球 或者什么级别上踢足球 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 就是力量 可以说是力量的 体能吧 就是体能水平 你的运动能力 你的体能水平 决定了你到底 你能给我们端出来什么菜 但你菜好不好吃 那个是看你怎么炒 但是你能不能把这菜端出来 主要是看你的底层的 最底层的东西 跑跳投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是这个 就是 以前老喜欢那种 特别花的那种东西 但后来 学一方面自己思考 因为自己学 后来我就喜欢特别简单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很多都可以通过这个力来解决 所以就是现在平常我们像这个训练的时候 实际上用的最多的 还是就是侧理台 侧理台基本上天天用 就每天用很多次 就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就能一下 就它很直观 它不像这个动态捕捉什么的 就是还有很多的数据研究什么的 就是力很简单 就是你有多少劲 我立刻就能测出来 你哪个角度有多少劲 就是就立刻就能测出来 然后就去解决这个力不够的问题 我现在比较喜欢这个 就是力量 它在所有的体能的 说说所有体能学派里面 我觉得都有个共识 就是力量是所有体能最基础的东西 对 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是 我在外面做培训 我也是讲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体能几大能力 几大部分 首先力量不说了 你耐力 耐力是啥 耐力是你持续做工的能力 持续输出力量的能力 那核心还是你能够去输出力量的能力 那什么是速度 速度是你快速或者爆发力 是你快速输出力量的能力 你核心还是输出力量的能力 那你的灵敏柔韧 或者敏捷是你快速变换力量的能力 你快速变换你的力学特征的这样的能力 那你柔韧是你对抗力量 身体的关节去对抗力量的能力 其实归根结底 或包括平衡 平衡是管理你自己的力的能力 所以说最后都是力量 归结到力量 其实侧底台我们在国家队也特别常用 就是很多不同的方面 比如说每天早上的疲劳监控 我们一直还是把CMJ作为一个很好的疲劳监控的指标 这个指标很灵敏的 长期监控 这东西就是长期跳 没事就跳 对 然后就是不同的测试 比如说我可以用连续跳测反应力量 我可以用SJ或者CMJ测它的一个绝对爆发力 甚至我可以去测 用跳跃的落地我去测它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稳定性 我之前写的一篇论文 其实也就是在用drop jump 用降跳去作为一个运动员 它的一个自身重心控制能力 特别灵敏 所以说我觉得把策略台 正好我就问问你drop jump drop jump的时候你会看COP的图吗 还是它应该会有一个重心移动的 你看那个吗 我们不看图 我们看的是它在水平方向上 就是它在横向方向上它的一个力的衰减 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人崩往这一跳 开始control晃的 那优秀的人他第一时间是干嘛 他可以很快平衡 那他在两边的这个力就 水平方的力就少了 用的是什么 是VOD吗 还是Kissler 在国家队的时候 我们国家队的时候 当时是我们自己的 是我们不是我公司的 就不是一个市面上常见的一个特力台 我明白了 但是其实都差不多 那个牌子你可以自己配软件 就是你有力台了 自己写个软件就可以了 对 当时它是我们力台跟软件是分开的 对 就是说力台它就是一个传感器 然后软件是一个力学处理软件而已 主要成本便宜 这俩都太贵了 我们小公司担不起 我会有时候测这个 就是它落地以后 它有一个这个重心摇摆速度 就是它有一套算法 就是我们那个软件台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老哥明格 然后他们做这 现在叫上海昆维运动科技 对 昆维的 对 昆维他的这个东西很好 因为我为什么爱用这个 就是他们团队跟我们都很熟 然后有时候会 就是我们会提要求 他可以帮我加一些东西 就加一些我经常愿意用的东西进去 而且明格 我感觉这个很厉害 明格以前是 只能说吗 能说吗 以前明格以前是Tissler的 Tissler的中国区的这个 所以它我觉得技术上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它对很多很直白的这个 就比如重心摇摆 左右摇晃 然后前后摇晃的这个速度 重心移动速度 那个还挺好玩的 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测 测一些本体感觉 就比如让它插腰站在上面 三脚站 然后看看哪测的这个摇摆速度 是大概是多少 然后对于这个 Return to Sport的这种 还会测一些 让它从比较高的跳枪上跳下来 然后测这个落地稳定 测的这个 什么时候才不晃 它如果跳下来 它都能跳下来 但是就是你能不能更快的 让你重心稳定下来 那也挺好 其实这个就是涉及到CPSS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 叫Performance Benchmarking 就是说这一部分 这是我觉得整本书里面比较好 就写的比较好 比较直接的一个 我们又会有很多这些指标的想法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像您刚刚说的 我有很多想去测的东西 我既想测它重心的摇摆 然后我又想去测它的一个 跳跃的速度 摆动的速度等等 我们很多想测东西 然后怎么样去把它浓缩为一个 大家都可以日常去使用的 我觉得这个是在CPS教材里面 尤其是它区别于CSS教材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把数据标准化 去把这种东西拉进来 我觉得这个比其他的章节的重要性更高 我就做一个工具书来说 你得看懂这一章才能看懂后面那一章 但是我是始终觉得测力台这个东西 国产化的趋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的工业水平 肯定是在不断的上升 那既然这些 因为之前测力台我也了解过一些 包括Kissler 我们之前在英国是在使用Kissler 然后之前明哥他们那些昆韦的东西 我们也都了解过 做的其实都是属于是成熟技术的一个衍生 所以说这个未来的这些数据收集的 便捷性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对 就可能说未来就可能每个健身房 它可能都会有 就像是每个健身房都有Embody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所有健身房 它都有Embody这个东西 Embody还挺厉害 说贵的基本上可以当行业金标准 就是电阻测体质的 Embody好像有50多万的 就是最高级别的 好像是有 因为他们 但电阻吧 我还是偏相信Dexa 那肯定Dexa肯定最好 双X光是最好的 电阻那个就是你脱水的状态和你身体完全冲水的状态 你输入来的数差特别多 对特别多 差挺大 这是没办法的 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我保证我一个水和状态我去测 那这个人跟机器就没区别了 对 但是 但是我说到后面其实我们会发现测力的能力应该会成为未来各方面都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甚至都很很期待未来比如说有没有能够测力的这个握推架 测力的这个深蹲架 我说不只是一个VBT这样的一个这种用速度去倒推的形式 而是说我就是一个欠在里面的形式 比如说我握推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东西感受我的力学的发力的变化 我能够去除了像杠铃轨迹一样的我用力的方式去找他的这个找我的粘质点 或者找我的可以去提高的地方 或者提高的关节角度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未来我们会很期待 反正蹲的话现在是很成熟的这个解决方法了 就是你要像我们会让运动员有时候在侧底台上面蹲 然后甚至在侧底台上做高翻 然后呢握推的话实际上就比较难 那个什么 因为就是握推的话 就是你躺上去清个零 然后再推 然后你还得把这个侧底台 就是你像争议他们那 这个灌能他们就是把侧底台 专门就是这个力量架 PowerRef里边有侧底台 就是放进去 然后就保证是一个屏的 这样你每次做深蹲 就可以直接把电脑投在这个屏幕上面 看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 而且这个就是很直观 每一次都能看到 这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 数据很多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直观的 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用VBT 就是你跳一下跳多高 你的发力速度太直观 就啪一下投在面前的iPad上面 大家都会都能看到 你跟你一块的小伙伴们 说我操你这个不好意思 你这一下子你这蹦了一个2.5 我不行我得蹦到2.6 你不行我得蹦到2.7 2.8 那这就是一个直观的比较 其实这个是我我很喜欢 对这个挺好的 而且还有一点 之前在国家队就北京奥体的那个训练馆 它就每一个神蹲架 对之前在北京奥体的时候 它有个神蹲架 就是上面有那个光学补夺 就是面前这个iPad 你就可以随时看到你的动作速度 我忘了 我忘了他们是哪一个了 应该是PERS PERS的你还挺火的 就是我们都没太关注是哪个 但是捕捉的还还算可以 像高翻啊 深蹲啊 这些能捕捉到杠铃的都还可以 对 所以就是这是我们觉得 我觉得很给运动员自我激励 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现在我就是训练的时候 我就会 我基本上常用就是我每次做高翻啊 或者什么 然后我就这个把我的这个iPad 然后他不是能投屏吗 投到电视上 然后我们馆里边的电视是有就是那个架子 想拉到哪都行 我们就把它拉到那个举重台 就转个弯放到举重台这 他每一次举重都能看着你自己的这个峰值功率啊 最大的速度 然后就是你就会有这种很 就是inner drive 就是你会想自己跟自己去比 对吧 你上一次举出来100公斤 可能速度是1.9几2.0 然后你这次就想超过他 然后你比如说你举了两次 觉得这个还能加呢 咱们就再加 就是这个很直观 就是数据就是 我觉得数据辅助训练最好的这个 就是他能直接的给训练反馈 就是立刻就来的这种反馈 对 即时的反馈 对这种反馈太重要了 对 尤其对于运动员 尤其是对于集体球类项目运动员 他有个什么呢 一般是他们上午会专项训练 下午都特别疲劳 然后下午呢 你如果说还是按部就班的 像军训一样带他们体能训练 就很多人会困和会会疲倦 但是呢 你要是把一个大屏幕放那 我什么也不用说 我就把策略台摆那 iPad摆旁边 你随时你想蹦 你就上去蹦 然后我们当时学国外做一个钟 你想破PR了 敲钟 所有人 对一帮人过来给你 老美特愿干这事吗 敲钟 这事已经传到我们这了 我们这边 之前在一个国家队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PR 必须是敲钟 所有人过来围观 所以我看一个大哥 就靠这个方式 一年的时间 高翻从120干到160 那是挺厉害的 所以说 这种对于他们内在的激励 其实是很 很好 而且这种东西 CPS它有个很好地方 在于它系统性的教了这些方法 对 它很系统的去把这些方法 这些方式 通过一个考证也好 学习也好的方式告诉你 而且我觉得这个书写的确实挺好的 即便你不考这个证 或者考不了这个证 但是你把书看了 总是没坏处 肯定是没坏处 对 所以我是觉得 最后又回到CPSS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我们原来的学的这些东西是分散的 哪怕说我们做体能教练 之前做体能教练 我们学的就是怎么去提高体能 我们跟专项无关 但是你始终有一天 你跟专项得搭上边 但是你又不是说以专项的身份进去 那你怎么进去 那可能是我以一个跟专项的人有对一些数据有共同理解的方式去进去 我这些数据可能对教练员他看着这个东西 体能教练看着这个东西 但是这就是实打实运动员身上出来的数据 那我们去共同去跟这个数据去斗争去工作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运动表现提高的这个结果 但是你如果说什么都没有 教练员干教练的 体能教练干体能教练的 那就还是传统那种 那种方式 对他这个队伍没有整合起来 就是还是很难的 对啊 要整合的东西太多了 就像这个行业的话 还得再发展一段时间 就是目前 那天咱俩不是早上聊天的时候说吗 说要是每回奥运会 这个开在二月份三月份 那九月份绝对不愁招生 每个大学 体育学院绝对爆满 对只是因为奥运会开在夏季了 他但凡要是开在三月 九月份全都是 五六月全都是报这个体育院校的 我今年我六七月份 我已经收到好多 我本龄的 我刚刚读到了 考到了本科哪个哪个非体育的专业 请问还有机会 进行体育对工作吗 对 我说 这个 好多呀 但是的确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人嘛 就是大家对于体育的热爱 还是存在的 或者说 我们国家对于 有体育有热爱 有热情的人 还是很多的 只是说 这个行业太小了 容纳不了太多高材 或者说我们这种精英的人 你说顶级的 体育数据分析学的 你对标 比如说去无人驾驶的薪资可能差十倍以上 对 那谁干体育啊 肯定去什么小米 去搞这个去 百度小米 那他大厂在挣钱 体育不挣钱 对啊 不要干体育 之前我认识一个 之前在欧洲 是一个香港 就中国香港的一个老师 他之前是欧洲的一个博士 做足球体能的 他专项就是做那个心率分析 当时俱乐部给他的年薪 就折合人民币也差不多三十万左右吧 但是他当时拿到了苹果香港的 这个研发的一个岗位 直接薪资提到了接近四百万港币 真爽 所以你说他说我还搞啥体育啊 是吧 我还搞啥经济体育啊 对吧 但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经济体育 其实他本来就是个很小的坑 其实在国外经济局 他也是个很小的坑 整个NBA联盟 他养的真的跟竞技体育 或运动表现相关的人 其可能也就几百个 整个联盟 但是你说 而且说实话 他们挣的不多 就真的挣的不多 真的不多 我那天看那个是 我看了一个 我不知道可能跟你看的是一样的 就是马次还是哪一个 我后面了解了一下工资 还没达到工签的 就当时我还闲着没事干 我说要不好像这个 赚一圈钱 挺匹配的 对 一看的没达到我 没达到工签的这个标准 对 就是几千 就是几千块钱 六万多 反正一年差不多 加全部七万刀吧 差不多 应该是六千 我记得是六千 对 反正差不多 你还有些奖金什么的 我说哇 六千 但是 但是我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大家对运动表现 这个领域还很感兴趣的话 其实他有很多种实现的方式 就第一个 不一定非得去说 干这个竞技体育 或者跟队的活 这个必然是少的 中国现在满打满算 真正的靠体育吃饭的体制内人口 几万人 十几万人撑死了 真正能靠吃饭的 我不算那些视讯 应该没有那么多 我得 比如说加上那些什么领队 队一 啥那些 对 但是你说 另一种方式就是 我们可以把运动表现的概念往下沉 对吧 你篮球 是竞技篮球是运动表现 你提考篮球 它也是运动表现 对不对 广场舞它也是运动表现 但是没有人去干这个事 而且运动表现它可以辐射到很多职业上去 这个我觉得是 如果说有愿意去做运动表现的朋友 我觉得会很 我很建议啊 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你把它当做一个工具 你原来该干嘛还是干嘛 你是搞 你搞康复的 你接着去搞康复 这个不知道 这能说吗 会不会会被涉嫌 你去搞这些体能的 你可以去把这个运动表现的分析的这个概念 作为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无论你是对青少年体能 还是对这个大众体能 还是对精英体能 而说你去搞这些治疗 康复治疗这些的 你可以把运动表现分析作为你的一个 你的这种工具 你能够理解 我治疗的人 他为什么受这个伤 他 因为对于比如说像我的手 我做了手术 医生说你还能抓东西 我说抓多重的东西 我平时抓的是200公斤 你是说抓这个提个10斤的大米没事 但是我想去拉回200公斤 这个那这显然就不一样了 那我做治疗的 我可以去通过这个方式 我去理解我的客户 他在面对什么东西 他想干什么 所以说这是一个 我觉得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尝试理解的一个方向 对 反正我就是平常我收很多私信 然后就很多人会问 说这个说 伦哥现在还能不能搞这个体育相关 就是他很多喜欢体能 然后喜欢运动表现 然后就说能不能干这行 然后这个怎么去跨专业 很多人就是已经 已经是某一个专业了 然后他想跨专业 然后比如说考研 或者转到这个专业 然后我就说尽量还是先把你的学上完 然后我觉得就是先把自己的这摊 就是基础的 不管是本科也好 什么也好 你先上完 然后其实会有很多的出路 但是我从来不劝人 就是我不会说你快来干体育 这个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 就是大家可能看见的是挣着钱的这些 但是实际上 这个能从这个行业里边挣到钱 然后来落下脚 落下根的还是少数 就极少数 我觉得 是 而且这个行业它典型的就是头部挣的巨多 尾部真的啥也没有 就是赢家通吃 对 真的是这样 挺难的 然后昨天我跟那个我们馆里边小孩聊天 还说了 说这个 每年 你想北体体能班毕业多少人 上体体能班毕业多少人 大概算了一下 可能 如果是本数都加上的话 应该大几千人 就是 每年会产出体能 就还不是一种表现 就是纯体能 体能 体能班 就每一届的毕业生就会有 昨天算是多少 好像是五千吧 五千到一万 应该是 就是满打满算 就把所有的体育院校全算上 把什么手体 五体 哈体 成体 西体 就全都算上 可能有个打几千 将近一万人 但是就是你看 你刨去进队的那些人 你可能有 有八百到一千个人 往多了算 可能一千个人进队 不管是省队 还是国家队 还是什么的 就是 因为中国这点好 它队比较多 就是什么都有个国家队 然后就给你一个 可能需要体能教练 很多地方都需要 然后 可能有一千个人 然后现在呢 就还有六千个人 然后呢 六千个人呢 里边 比如说有一半 有一半不想干这行 他可能去当 中学老师 当大学老师 留校 或者是去干别的 就是直接就干别的工作了 可能 剩三千 然后剩下这三千 一千人呢 这个社会上能吸收的 其实极少 就比如说你 你可能是最终找工作 你想 你不想干体能 比如你就当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也是一种 其实也是一种体能 然后呢 当健身教练呢 可能有 两千 有两千 然后呢 我想想啊 这个剩下的呢 好比说有 这个算是剩的 剩下还有一千人 有一千人非常想干体能 这个圈 你自己创业肯定很难 然后你就想 这个 把所有的 我能叫得上名的 这个中国的 能招人的体能训练馆 全算上 就比如北京 假如说北京有两家 然后呢 这个上海有两家 深圳有两家 广州有两家 杭州有两家 就是把一线城市 全都算上 可能有 十家体能馆吧 十家体能馆 他这个turnover 可能每年需要招 每家需要招两个人 然后这个十家体能馆 他只能吸收二十个人 还只能吸收二十个人 意思就是什么呢 还有980个人 是非常想干这行 但是完全找不着工作 就有980 就一千个人是这样的 就是他每年 都会有一千个人 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这个 我先觉得就这个行业 就怎么说呢 就是 回来了回来了 刚刚卡了一下 OK 刚卡了一下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 所以就是 其实刚刚你说 那是非常对 对 就我觉得是这个 其实 这个行业 宇哥能听见 能听见 然后就是这个行业 实际上能吸收的 有点点延迟 就是能吸收的人很少 就毕竟还是一个小众的 就这种 这种模式 对 所以我现在的 我 不劝退 也不说你劝劝你进来 而是说我更多的是去可能会引导想问我的人去做一些可能说保证你自己的这个专项或者你自己的专业的同时 然后去能够去把运动比较分析这个概念或者运动表现这个概念应用到你自己的工作里面去 因为实际上像您说的每年其实已经有点乐观了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招的实际生里面也有体大体能班的 绝大部分都考研去了 绝大部分都在考研考不考研考售后出国 实际上真的能够去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或进入到这个职业的 毕竟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少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很多人他又是非常希望能够进入到运动表现这个范围吧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在我的定义里面就是运动表现这个概念 它既包含了分析师也包含了体能教练也包含了一些数据分析的人也包含了甚至包含了一些专项的一些教练 但实际上每年 其实刚刚我看评论里面有一个省队体能教练其实是非常是很直接的 是因为现在回到最早我说的就是体能教练在中国目前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 它还是属于教练员的一个范畴 那也就意味着你想去进省队想去进国家队 你最后还是以一个外包的形式劳务的形式去参与到这工作里面去 那就没有保障 甚至说很多时候五险一斤都不会有 对 那这个情况下 真正能容纳的人它是很少数 除非说真的是最后的话可能目前的最优解就是自己创业 然后以自己的公司的身份进入到队伍里面去去购买服务 但这种显然它一方面是很吃你跟队伍之间的一个关系 另一方面是它中间有很多的麻烦 尤其是你自己办公司你又有各种各样的税务商务 中文七八道东西它会很削弱你作为一个个体就能去做这些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我反正我的直观感受就是你无论是想做体能教练也好想做这些也好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现阶段我不能保证四五年周是什么样子 但是现阶段可能这个行业的确是太选了 确实是很难 而且这个地位极低 我跟这个谁我就不说了 就是CBA的几个小孩聊天 小兄弟聊天 就说这个体能教练太低了 就是真的是 就还不是跟教练聊天 就是跟球员 球员都说我轮个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不是体制内就是这个跟队 就是比如说某某队的平教练这有太低了 跟司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跟司机是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说到了赛区就有时候这个车不够开了 还得帮帮开个车 是的很全能的 对 刚刚我看 我们又得搬东西 又得帮帮开车 还得带训练 然后还得拉伸 其实你仔细想想 这个 就比如这个CBA 或者是这些大学的这个体能教练 你在队里边 如果就比如你早上带一个体能课 完了以后 那你不就是跟着队吗 跟着队 然后人家拉伸 好 你在教练的这个眼里边 实际上你就是一健身教练 你就是减肥教练 然后呢 减肥教练完了以后呢 就是大家练完了以后 好 你帮忙拉伸 然后这个 训练之前带个热伸 对吧 带个热伸 然后动一动 动一动 好 给点鼓鼓掌 然后帮忙捡一球 就完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位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天我看了几个 有几个球队在招 这个体能教练 CBA的有几个队上在招 然后待遇呢 我简单的瞅了一下 确实很低 就不高 然后呢 干的活又多 又累 就比如说你这队里边 说一就说一很现实的事 比如说你早上出早操 因为现在很多球员还要出早操 跑个步 这个先不评价这个事对不对 我们就先说出早操 然后出完早操以后 回来吃饭 吃完饭以后 篮球跟橄榄球什么 它也不太一样 篮球一般上午连力量 然后上午可能是这个10点半到12点 有两拨人 因为一般是一队二队 你得一块练 就是交叉着练 比如二队先练 或者一队先练 然后再交换 这样 然后你这就得可能两个小时吧 在力量房 两个半小时在力量房 然后呢 人上去中午吃饭去了 吃完饭以后呢 这个有几个队里边大哥 说想加练一下 加练一下肯定都找你 比如说这一号大哥 想加练 说我这个腰不太熟 我能稍微练点这个什么腰部的力量 好 然后这个大哥你带40分钟一个小时 然后二号大哥一会来 说不行 我这个感觉小腿不太好 最近这个你能做点拉伸 你帮这个二号大哥又揉一个小时 然后下午就该训练了 下午训练完了 拉伸 拉伸完了以后呢 三号大哥来了 三号大哥又说 这个我想加练一下 最近感觉上肢没劲 带着练着我腿 好 我腿推40分钟 三号大哥走了 然后晚上好不容易你吃完晚饭吧 然后他们去偷篮 就有那些快成大哥的 就是快到一队那些小孩 你觉得以后说不定也能成才 那小孩也要加练 然后这一天就是可能九到十个小时就进去了 就你什么都没干 就是九个小时已经没有了 这是真的 我们之前在橄榄球队的体能教练 其实也差不多 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把每天的时间 几乎都是安排成了一个不同的slot 就是每一个小块每个小块基本上能从早上安排到晚上 就半个小时半个小时 而且它时间特别分散 有可能你这半个小时有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半小时之后的 你一个半小时呢 你又不能走 特别就特别累 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俱乐部管理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NCA也好或者NBA也好 他们教练多 他们体能教练多 我是有专门带主的 就是我只负责主的体能训练 我其他什么都负责 我有下面的体能教练 比如说实习助理 我去帮忙搬杠铃片 我去帮忙上架 去帮忙擦擦这个东西 帮忙给大哥们准备那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 我主教练 我其实不是说你休息多久 而是你有具体每天有多少时间去准备训练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一节主体能训练课 是哪些人跟哪些人一组 哪些人做哪些东西 我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安排的 尤其是对待团队的 你比如说像NFL 我一个体能教练 我可能负责一个组 每次橄榄球 我一个组可能就差不多15 20个人了 我这15 20个人 每个人都得个性化 你光是写计划纸 就得写15到20份 而且这玩意他还是得精挑 比如说这个人手指不行 他的前蹲可能全部得换成择起 如果这个人卧推 他的腕关节不行 你可能得拿肘关节的区 或者说肘关节的水平区去代替 但是你说 你如果说你所有的活都干了 你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做这些个性化了 它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对 你因为你做不了个性化 你就只能拿大锅饭 大锅饭给出去之后必然有 大哥12345678号 觉得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需求 我来教人家练 慢慢慢慢就这个恶性循环 就建立起来了 你就更忙 所以真正那些大牌 其实他都会请一些自己的 就像那些真正有钱的人 自己养一个 然后他也不跟队练 你看安东尼·戴维斯 詹姆斯这种 他从来不跟队练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体能 是专门带他的 那种反而是一个比较健康的 你有钱你就找一个 你不跟队 好那你找一个 帮你练就行 然后教练也同意 我觉得老外 就是老美 就以NBA为例的话 他们这个还是比较开放 就比如说你想省钱 你跟队练 没问题 然后你要是想多花点钱 你找一个专门自己 主教练说一声 主教练是都同意的 对 而这个其实就是像前几年 有一句很知名的话 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 第一责任人 他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其实国内 我觉得这一方面 它是一个很好 就像比如说伦哥 也在做这个事 更多的有点偏向于 像在做这种性质的工作 但是这个是大熊猫般的存在 就像你们这类的 其实大熊猫般的存在 包括你 包括杭州的几位 包括这些上海的几位 但是都是大熊猫般的存在 而且另一个其实是我们现在联赛盘子太小了 对 就是可能一个CBA 它活跃的能够去承担的起这种持续的第三方的训练服务的 可能就整个CBA可能就是不到100个人 但我举个例子 在NCAA 或者在美国 我美国举个例子 我NBA的体量 我下面几级联盟的体量 甚至我NCAA的体量 我都负担得起 我就能养得起一大堆的 这个个人的小型的体能训练中心 我去负责这些运动员 可能我一年我就带个四五个运动员 我够吃 我够养活自己 我也没有说什么想做成大型 巨大型体能连锁的这个梦想 我就想说做一个很不错的小馆子 有自己的特色 不仅带着当地的人去训练 同时我也去帮着这些顶级职业的运动员 去做一些体能训练 那这个如果说未来 联赛体量商业化水平 能够做得更好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职业发展的途径 对 而且刚刚我看评论有一个说 这个高效体能港 后来我想是 就是高效体能教练 毕竟还是很少的 而且就是很多是被吸收成这个体育老师 就是你比如说留某一个学校当体育老师 所以有很多体能班的 最后就当体育老师去了 但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有这个本土化特色的 就是你看别的国家是没有体育 就是高效嘛是没有体育课的 或者极少有体育课的 但是这个咱们中国是有体育课的 所以就是他这个岗位很多 就是很多这个体能班出来的 体能训练专业出来的 就去当体育老师 是这样的 另一个是中学 比如说我在深圳 深圳的中学现在 对 反正深圳的北体大的校友会 我管理班那个小孩小宋 然后他们这一届 有一大批人都去深圳当中学老师 因为这是待遇又好 然后这个给的也多 这真挺好的 虽然是有被夸大的嫌疑 就是待遇方面 但是的确对于这两年 就北体大深圳校友会体能班的 就是小兄弟们小姐妹们来的真的不少 对 真挺多 每年都在都在拓张 然后不过这其实反过来说 对咱们的孩子吧 也是一个 尤其中学的孩子 他也是一个正向的作用吧 对挺好的反正 至少说他们懂这些体能的东西 至少说他们在体育的教学上面 他给孩子们带来的东西是好的 但的确你说驱才不驱才 是挺驱才的 是有点驱才 学了很多关于竞技体育的东西 最后体育体考去了 甚至说很多根本带不了体育体考 因为体育体考这个东西 你要去跟本地的这些教练们 去进行一个竞争 那这个又是另一回事 反正体考 体考也是一个方向 现在很多去做这种体考的培训的 然后这个四项 对 也是一个出路 网上我看也有很多做体考相关的 所以就如果 挺多的 对 就是这个 看看我们现在直播的观众 有项 做体考相关的 我还真的挺鼓励的 就是 但前提也做好 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小孩的教育 中国的这个家长们是非常舍得花钱的 爸妈非常舍得花钱 所以就是 我就觉得这个青少年的 就是咱们叫体势能 但实际上不就是体能 青少年体能 我觉得这个赛道很好玩 就是很容易挣钱 就比我们这个赛道要挣钱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个赛道是真的很挣钱 就是如果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而且对于如果说科班出身的体能的人来说 这个赛道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技术难度 它其实更多的 因为你四项也好 包括普通的体育体考 或者是比如中考体考来说 它的核心 它其实就是非常简化了的这个体育技能 比如说你跑100 200 400 1800 然后或者说扔实行球这些 它其实已经非常简化 它没有什么太多 比如像足球篮球这种比赛的复杂性 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周不周期的 因为对于绝大部分孩子来说 只要你练 他不受伤 他一定能提高 对 这个是我 对 这是我 我也会很推荐的 能够去作为一个改善经济也好 或者说是在这个行业找一个不错的出路 这个我是 而且这个本地化 它不可被线上替代 其实这一个 我不太 不可被我们线上替代 因为线上吧 虽然说我们自己也在研发相关的训练计划的产品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想建立一个良好的教练员的社群 因为到最后去面对这些孩子们的还是你们教练 不是说他们去面对一个在手机里或者iPad里面会动的人 而是他们需要这些教练去面对面的鼓励他们 去激励他们 去帮他们看问题 而且就我感觉面对面 有些东西是 就是教练那些经验 然后教练的这种水平 不是说你写个计划 你有时候你面对面 你觉得他状态好 那是不是能加一点 今天状态不好 是不是能减一点 然后怎么给鼓励 有些小孩得骂 有些得夸 这个是执教的一种艺术 这是个性化了 这其实就是个性化的核心 对 没有公式 对 没有公式 而且我没有绝对对 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就是你好用 然后在这个运动员身上好使 他出成绩就行 对 结果围导向 经济体育菜就是原罪 你只要你不菜 你强 你什么都是对的 你菜了 你什么都是错 这是一个真的很直观的一个东西 而且对于青少年来说 他们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 有这么一个过程 不仅是对他们体育体考 对成绩升学 对他们自身的体 身体的发展 为未来的健康工作50年的 这个基本号召 能够打下一个基础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 其实刚刚看到说 有朋友问 这个体能本科毕业 建议做什么工作 过度比较合适 其实我觉得像体育体考类 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的东西 虽然说这个行业 如果想往高了走 个人还是建议去提升学历 毕竟现在体能硕士科的人数 可能都要超过体能本科的人数 对 然后这个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是 就是你看各个地方做这种体考 然后带体考生的这种教练 一般都是一个人 就他不是一个好多都不是团队 就是从一个人开始开始干 对 所以这个就感觉那个提考的 这个可能就比如说要招聘啊 或者招一个助手啊 招个助教这种 可能岗位也不是那么多 我觉得 岗位不多 我们目前比如说以深圳为例啊 就是我直观感受 其实是差不多教练运动员 就教练学生比 基本上都是在一比十左右最多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东西是个好 就我经常看一个教练 然后带40个小孩 比如一块田径长跑步啊 然后一块健身房什么的 就是他可以一个教练对很多人 就是像那种大团克的形式 对 但是这种呢 他其实效果上当然会差一些 但是他的收入的确是 对的挣钱 可观的 没错 对啊 但是的确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如果一个人能带40个的话 我为什么分 比如说20个人的利润 出去招另一个人 这可能就还取决于教练自身 但是这个需求 还是我觉得挺旺盛的 尤其是对于这个行业来说 尤其体育体考这个行业 我不是说运动表现这个行业 体育体考这个行业来说 学生是无穷的 哪怕说所谓什么出生率下降了 怎么样 但你每年还是有这么几百万的人 他有这个需求 对吧 这个市场潜力还是很大 所以体考真的是一个赛道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 反正体能的东西 就是纯的这种高端的 然后比较精进的运动员的这种 我觉得反而不好挣钱 就是很难吧 很难 还是那种 就像刚刚说那种提考那种课 就比如说你看 他们提考这种小孩 他可能是按照那种 一个季度一个季度 或者一月一月包月来这么 花钱 就好比说他上30节课 每节课你均起来可能50 但是你要是一节课 你上40个人的课 对吧 你也是花一个小时 40个人 然后每个人50块钱 这个就非常大的数了 两千 相当于你一下销两千的课 但是你看我们 就是你说做的再好 就带一个人 你也不可能就一节课 跟人要两千多块钱 销两千的课 是不太可能 所以就是实际上 这种客户几手 对 而且你想如果他做这种 他可以比如跟健身房合作 或者是跟体育场合作 实际上他没有什么成本 就成本非常低 他不像就你开个馆 你有租金 有设备 就你每天就是睁眼 就欠银行几万块钱 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 每年房租30多万 40万 然后你做个场馆 比如说花了200 那你每天都是挑肥 你睁眼 就是每天你如果不上三节课 就今天就是亏钱的 这种压力反而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提考那个 真的是一个赛道吧 是一个好的那种 这个挣钱的方法 对 其实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一点 要么就是我觉得 反正这个行业还是小 然后 这个能吸收的人也比较少 就如果大家真的 非常非常喜欢的话 那可以多关注一下 多关注一下 这个行业的一些消息吧 说不定就有一些就业的机会 但毕竟还是少数 而且还是目前来看 还是这个北上广深 再加个杭州 就这种城市的机会 要多一点 是的 其实整体来说 就是这个行业的就业面 相对来说 它既可广 也可以特别的窄 广的话 体育体考 竞技运动员 体育老师 甚至说现在有很多新兴的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这些大厂的教练 专门治这些肩颈疼痛的 专门解决这些久坐问题的 大厂也会招 然后包括这些特殊人群的 比如说现在运动处方师 也是越来越火了 对对 那其实这个广义就业面 其实挺广的 然后狭义就业面 就是大家我们说的 竞技体育的体育教练 这个岗位它必然还是追求一个高精尖 其实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 哪怕你说英超 NBA那些 除了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是挣大钱 其他绝大部分人 他就挣的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薪水 就是这个行业 对 更多是被爱 有个爱 有一个热爱 有一个 对 第一个有被爱发电 第二个是 一定有一个更相对舒适的一种 或者更符合自己的一种生活节奏 的确是有些人 他就很喜欢 我每年都在全世界跑 就是你跟着运动队吧 这是另一个好处就在于 你会跟运动队去哪 去很多地方 比如说我22年 我跟着国家队 我去了泰国 迪拜 韩国 然后又去了英国 法国 去了很多地方 做了很多事 但是你说不着家 也是不着家 大家就看个人 的确是有些教练 他就觉得 我刚好可以用这个方式公费 我出去履历全世界 我去玩 我去很多地方 我能去打卡 比如说我朋友圈 有几个奥运项目的 海上项目的 基本上每年365天 可能有300天 都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这种生活 这个生活当然是 对 但生活就是轮转率特别高 只要你一结婚生孩子 这个生活就与你无缘 对 所以如果大家是小朋友们 稍微小一点的 没结婚 没生孩子的 你们可以赶紧 赶紧去体验一下这种生活 但是我俩已经不行了 已经被拴死了 所以说 这是很多可以去尝试的 尤其是说你想去在运动表现 这个大环境下 我个人觉得可以去尝试很多新的玩意儿 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说不要去拴死 在运动表现本身 你可以去围绕着运动表现 去做一些很多有趣的东西 无论你是专项教练 比如说篮球教练 你说真的想去运动表现 现在很多篮球教练 其实也在想去往运动表现方面去转型 那么你其实一直可以围绕着篮球运动表现本身去做 你也可以去说 去往专项的specific 就像你之前说的specific的层面去做 你如果是你是个体能的学生 你就可以把体能教练做好 成为像轮哥一样这样优秀的体能教练 只要你成为轮哥这样的体能教练 工作和钱都不用愁 这个是 然后另一个你像说做分析师 运动处方师或者生物力学这些 你可能要读更多的书去考更多的证 最后你可能会在某些层面开悟了 或者某些机会 你可能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跟轮哥聊了很多 其实都是在围绕这个行业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特点方向 但是本质上讲 咱俩其实一直在聊这个内核 就在于大家可以怎么去学 大家可以怎么样去发展自己 对吧 对 所以还是回到这个书上 这个书真的不错 然后周一 后天我挂个车 上链接 上车 上链接 这个有我抖音的朋友 到时候我准备挂个车 这个书真的推荐大家看 挺好玩的 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像我说的 如果 不靠的话也可以看看真的挺好 对 如果说真的是对于话说回来 最后还是这个主题 是CPSS 对 其实这个证 我跟轮哥其实都不是说中国最早的一批 是全世界最早的一批 其实全世界一直以来 其实到现在通过的几百人 可能不超过几百人 可能两三百吧 我们在脸书上面是有相关群组的 其实一搜 可能现在就摆来个人 然后CPSS这个证书 它考完本身这个证书 它是北美的工作敲门砖 尤其这方面的工作敲门砖 但是你说光是这个证书背后的知识体系 我觉得所有想去做运动表现相关的 所有人无论是体能教练 分析师还是生物力别家 都很吃这个 而这个书 反正轮哥你这边卖就行了 确实还行 不是那会真的是 你想你是22年什么时候考的 夏天 我一月份 春天 冬天 我一月份 对我22年的一月份 当时是 当时是我是出来的 因为我其实考的早是因为我 我当时预报名了 然后我是属于那个beta组 我也是 就等于说我们 对 就是beta组 我们这一批都是beta组 我是早的那一批 所以说当时我们是前两天吧 成绩比别的beta组早两天 我是1月6号考的 1月5号 6号 然后后面咱们都是beta组 然后后面咱们之后好像市体有一些改动了 基于我们的反馈 然后到现在其实可能一两个月来报喜的在群组人报喜的这个也就一两个两三个人 这考试难度还是挺大的 说实话 强度也挺大的 因为我的印象特深就是什么 现在是有什么 就是之前我们考考我考完了以后 然后他当时是没有成绩的 他说你就是没有成绩 对 他说是你是他印象说是样本要多少个200个还是要多少 就是属于最早的那个group里 对对对 三百三百三百 当时是当时给的是三百多三百四十五个人好像他们算了一下 三百多人 然后就拿这个来去平衡 对 所以就是我一直就没说到邮件 我也不知道考过没有 然后直到是有一天我看来的邮件 我一看是过了 也没有分 我也是 对也不出分 就是挺有意思的 我也不知道考过没有 但是后来就我听 听别人说现在的考试就是考完是那种立刻就出春的 对 对跟CSS一样的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是给他们设了一个标准 可能咱俩给他们设的太高了 对他应该会他应该会算一下吧 他会算一下比如说通过率啊 然后筛就是 对 但我也不知道通过率是多少 但是我就记得 好像我之前记得是 因为在那个群组里面有说过好像五十 就是按五十的通过率 就是你一个中间一个线往上的就是那个啥 往上的你就是过了 下面就没过 好多没过的 当时那个群组里面一千来号人准备考试 就是当时真的是很夸张 在这个市集就很难 我应该是综合类的体育科学的考试 我目前考过最难 反正是这个难的 尤其最后 最后那个有20多道 还是30道那个论文体 就是让你减锁 对 十篇文献 看文献体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 那鼠标是能搜索的 就你可以搜索 直接搜索关键词 我都不知道 对 我连文献我都忘看了 我是现场现看的文献 我是看了几篇 但是我看了几篇 有一半应该是考了 反正然后后来我就听他们考完说 说是最后那文献体 实际上你是能用Ctrl加F 就能直接搜索 能搜索的关键字 我说我真的都不知道 我一点点看都快瞎了 我真的不知道 就要瞎了 我那是速读呢 我那是速读呢 我好几道题 我都是完全不知道 我这看没看 我时间根本不够 当时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三个小时五分钟晚 我基本上是听拉满 拉满 最后还有那么好几道题 根本都不 我都不清楚 他到底是哪个 反正我就记得 我考完的时候 剩了一点时间 然后我把 他不是那个能mark吗 你mark一个 就是你不太 不太确定的那些题 然后我把那些mark的 看了一遍 我看第二遍 我还是发现 还是不确定 就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对 有几道题特别教条 就是那种 我能记得 他在书里的哪一页 长啥样 但是我就不记得 有几个统计学的 我记得 问了几个什么 最小之间区间 还有一个什么 对 咱俩考同一道题 对 应该是纯数字的题 是0到0.5 代表什么区间 还是0.6到1是什么区间 还是1.5到2 那个效应量 就效应量 对 然后就是他会特别准确的问你 就到底是哪个 就必须是一模一样 那个题 那个是得搞体育科研的才知道 因为那个是 或者是那个统计学学的好的那种 这个统计学学的好的 而且CPSS他对统计学这个教学实在是太差了 这个我整本书我最不满意的 第一个是运动表现分析 他那个是写的特别不好 他他他有因为他是北美的人写的 他其实那一张应该是让欧洲英国那边的去写才对 他写的就有点像是那种做表现数据那种 就是搞得很不伦不类的 第二个就是统计学 其实统计学你真的不如去看一眼体育统计这种 不难 但是但是有些东西它挺挺细的 评论说这个证目前有了在国内找工作的含金量如何 没有含金量 现在没有任何 没有岗位需求 没有任何岗位需求 没有需求 对然后反正我就记得这个东西真正就是他CPS里边 然后考了有几个有几个是我特专长的 就什么CMJSJ 然后考了一个拿几个设备测起跳跳跃的高度 然后哪个最准 就是说好像就是意思吧 就是什么排序啊什么的就那种 然后我印象特征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给了一个 我感觉就是有几个跟体能相关的印象特别深 就是说这个一个什么一个人练多少早上跑一千二一千六 然后跑几个八个四百 然后又练力量什么的 然后他这有什么问题 就就那几个我有印象 我我我已经忘了 这一晃已经两年半过去了 真挺快的啊 对篮球练习生都已经练习出来了 我都忘了这事 那就是啊 我真的真的太快了 那书好像我听说是要有第二版了 我还不知道呢 我好像又有第二版了 但是那个去年 可能会 那个咱们在上海 那个 就卖书的这个 这个不是弄了一个什么研讨会吗 还是什么 那个 咱俩上次几年 上海 对对对对 那个我没去 那个我没去 我只去了第二天那个 竞技区那个那个演唱会 对对 就是竞技区的那个 对 是吗 对对对 就咱俩碰着那个 你你还讲了 你还去上去讲了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那个里边 我就就记得那个呃 就这个书的主编 不叫Duncan French吗 对Duncan French 对Duncan 他讲的东西 我觉得还真挺好的 是个英国人是吧 Duncan French 忘了 我记得是英文 我记得口音是英国的 就是正统那种英语的 英式的那种 然后他讲的这个UFC里边 这个做这个运动表现的 这个分析啊 和这个tracking的这个应用 我觉得他讲那个挺厉害的 Duncan French 那个那个 那个这个挺厉害 那个lecture 凶 挺凶 他他有点是把整个 因为UFC这方面做的最规范 对 就不可否认 UFC在这方面 全世界范围里都是做最规范 他他比一些顶级俱乐部规范很多 尤其是在数据收集的丰富程度啊 在这个整体的数据的数据流的整理上 他是非常丰富 其实另一个他有那个 这本书他两个主编 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搭配特别好 一个是学界的 一个是业界的 之前的这些书 比如CSS他们的书全是学界的 就很教条看完之后你就觉得 脑还疼 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但是你CSS一看 他全都是以实际问题背道上 这就很舒服 因为你这样看着就知道 这玩意拿来干嘛的 然后真的是像CSS那些老教材 他看的真的是头疼 这个Duncan French那个讲的 这真是挺厉害 然后我就去过那个上海 那个UFC Center嘛 玩那个真的是大开眼界 那太厉害了 就是数据 就是当时去的时候 我觉得UFC能做成这样 他这个训练肯定非常非常的规矩 特别规矩 就UFC Center你去过 进去过吗 上海那个 我去过 当时我们组织 我们在那个上海那个讲演的那群 那群老师都统一去了 去观摩一下 对对对 当时进去了 看了一眼 那真不错 每个身蹲架下边的侧里抬 然后系到就是什么 就是每个运动员拉MTP的时候 用哪个孔 他都会记录在后边 我22年的时候有个实习生 当时是来我们这儿实习的时候 他之前的上一份实习就是在UFC 他当时是帮张伟丽他们做实习体能教练 他在跟我讲那儿非常的专业 对 这是有些部分我们公司的一些表现分析的架构 或者体育科学的架构 也参考了那边 或多或少的有参考 就是他们的工作流程 其实他很细的 他细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你SJ或者是CMJ 你屁股往下碰到哪根绳 对对 你的MTP 没错 这个真的挺厉害 然后你的脚的占据落地的地方 起跳的地方 然后你头盯着哪儿 就是你头是盯着上面 还是盯着下面 还是眼睛盯着正前方 他所有的都有很详细的一个标准 然后那个深蹲架上边就是挂两套 就是这边有一大套这个弹力袋 这边一大套弹力袋 这两个是不通用的 有一个会被拉得很长 就比如说可以做推臂 然后那种变组训练 因为被拉长了以后 他弹性系数时间长了 就会变低 然后就没有以前那么紧实 这一套就只能是做那个用的 这一套就是不怎么被拉长用的 就他会细到那种程度 对 就是需求分析 谁 就是他能提出一个需求 我马上去满足这个需求 这个是一个很高效的组织架构 其实你最后拼的就是这些东西 为啥咱现在的UFC的运动员 逐步也能够去在国际上面慢慢打起来 然后也越来越多的国际的高水平的运动员 他能够接受在中国训练 一方面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大 另一方面是我们也在变得专业 但是其实现在虽然说是他专业 但是目前来讲整个UFC的中心 他还是以老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管理架构 目前来讲也还是没有中国的教练员 去作为一个在当中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好 或者是管理角色也好 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还是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人 去能够做这些事情 这比请多少老外过来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对 就还是我觉得相信自己 咱们国家的这个也不缺这个能人 我现在觉得就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这些人里边 他的就咋说呢 就中国世界水平最高的人 有可能有10个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水平非常高的人 但是这10个人就你拿到全这些任何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一些人 这都属于最顶尖那个级别的 是的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核心的目标还是自我培养 就能自我培养出来一些优秀的人 然后去满足这个行业的未来的需要 对 那今天就暂时先到这 我看这个是不是也该赶紧陪孩子老婆睡觉了 早点 对 差不多该哄一哄了 睡得到挺像 那真是 我看还有朋友在开学第一课呢 对 肥体研究生 体能班不知道今年又有多少毕业生找不着工作 真的有时候感觉有时候真的不是很好找工作 这个行业真的有点难 对就看自己的一个热爱吧 这能说 对 然后这个 这现在有多少人看 有个几十个人 如果有想找工作的 我有一点点想法 再招一个人 再招一个实习生 如果谁听见了赶紧给我发自信 再招一个人 一个人 女性优先 女性优先 因为我们馆里边现在有一些干不了的活 得女生来干 男的干不了 必须得女生干 所以有这方面想法的赶紧 私信简历投起来 然后好 今天这个感谢于哥 然后聊 感谢伦哥给这个机会 一游未尽 深圳见 来深圳 来深圳 对 我过去九月中应该会去一趟 因为跟一哥他们想做一个测理台的那种小工作坊 workshop 接着一两天 应该就一天 应该就一天 要是那时候 我要是这里不那啥的话 我就过去趁过去 来玩一下 一块再灌能 我来一下 好嘞 好 今天就先到这 今天就先这样 感谢 你早点休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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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观看 观众们 拜拜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观众